为什么民进党这么恐惧孙中山? 归根结底在于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,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,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。 日前,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蔡易渝提出一项主张, 建议将台立法机构内的孙中山一项拍卖, 理由是该一项在此前议事过程中遭到国民党民代丢制水杯损毁。 蔡易渝声称,民主地区的庄严一场甚少使用个人图腾。 另外,孙中山曾任国民党总理, 其徒孙竟使用议事程序所不允许的水杯为攻击武器, 毁其神主牌,此举骇士听闻一项定可高价出售。 从蔡易渝戏谑论调当中可以看出, 该主张伤害性不大,但侮辱性极强, 摆明是想抖个机灵,羞辱国民党一番。 只不过,绿营政客的滑稽表演也把自己装了进去。 本月9号,斯洛伐克几位议员以个人身份访台, 受到民进党热情招待。 没想到,这几位老外却在参访台立法机构时摆出打架的姿势, 岛内网友讽刺称,丢人丢到了国际上。 而彼时岛内绿媒却丧事喜办,吹嘘这是台湾民主享誉国际的标志。 怎么外国人一走,谈起国民党杯葛事件倒成了十恶不赦之举, 明摆着在大搞双标。 说起暴力杯葛,民进党恐怕比岛内任何党派都有发言权。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上台执政前可是有着暴力小鹰的称号。 在民进党杯葛时,别说水杯、桌椅板凳、麦克风等各种器物都能拿来当武器。 按照蔡易渝的逻辑,凡是被用来打国家的东西, 是不是都可以当成骇士听闻的纪念品拿去拍卖呢? 值得注意的是,蔡易渝是臭名昭著的独派民代, 曾提案删除台湾限制性条例中国家统一相关字眼, 对于去孙中山、去中国化等操作更是相当在行。 事实上,早在2020年9月, 范云等十余民民进党籍民代就曾提案修改法规, 想让未来岛内机关单位、学校与军队不再挂孙中山一项。 台湾地区正副职领导人、各级官员和民代 不再需要面对孙中山一项宣誓就职。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恐惧孙中山? 归根结底在于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、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。 孙中山先生曾明确表示,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, 能够统一,全国人民便享福, 不能统一便要受害。 台独政党所鼓吹的理念与此严重相悖。 况且,时至近日, 即便绿营一再攻击,诋毁孙中山, 孙中山先生依然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人气, 这更成为绿营谋独过程中的眼中钉。 无论是去孙中山还是去中国化, 民进党类似操作都注定徒劳,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,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。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事所决定的, 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。 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,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, 顺之则昌, 逆之则亡。 民进党某些人借去孙中山议题恶意炒作, 成为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, 他们才是民主支持。